好可惜啊 那如果再让你闯一次 你会给自己 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我以后会牢牢地做这话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今天要和各位讲的 是如何不懂事 因此他当右手臂 折上去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右手手掌 怎样是向上转的 王TV新云戏 求求是道 尽在掌握 王TV突破想象 打破框框 全新包装 阿姐拉面魅力没发挡 未先拉面有新的打热 位于332号Supdena Avenue 市中心分店现已开业 早晨 好 大家记得这个电话 1800222tips 这个就是York Region的Crimestopper 每个星期里面都很忠心 有位朋友对于这方面很热冲 令他带给我们消息 让我们知道除了一些 比较广泛报道的案件之后 我们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案件要留意 是的 灭着热线的Joseph又再次参与我们直播 现在和Joseph先说早晨 早晨 早晨 你是什么星座 水瓶座 水瓶座 中规中矩 OK Not bad 今天我看到刚才看了一些资料 这个也挺严重的一个案件 是的 我们今天带上来的这个 发生了几年时间 今年5月4日 最近的 是的 大约晚上8点半左右 有三个男性的乘客 上了一辆巴士 就是York Region的巴士 他跟巴士的车长 去到贝里尔和Major McKenzie附近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些冲突 是 开始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口角 是 跟着就有打斗的出现 大家看到这相片 现在这个 就是在巴士里面拍到的 是 那这三个年轻人 也是这些样貌的 是 跟着他们就逃步走了 是 那现在警察那里 就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去找到这几个 就是搞事的年轻人 疑犯 就是 起码他的那个民生 很独特 刚才你见到那个年轻人 是的 看到了 很容易认 那大家看到了 这个 在找那些疑犯 就是疑犯 就是一些中东人 或者是一些欧洲人 三名都是男性 来的 是的 三名都是男性 年龄就介乎在18至25岁之间 嗯 那这些现在 就是 那么新的案件 就是每一次带上来的时候 都是未破案的 是 就是征求我们的市民里面 可以帮忙去提供消息 是的 而所有提供的消息 都是匿名的报案 是 那当案件如果 破到的话 因为自己的线索的话 是 就会有奖金的 是 那这宗案件的现金是2000元的 是 最高可以高达2000元的奖金 高达2000元 是的 那大家 不如这样吧 请楼上再给一次 大家看看照片 我想这些照片 就比较容易辨认的 那这些大家可以看到 或者我们给个全照片 大家看看那些照片 好吗 那三名男子 都是比较瘦削 都挺年轻 很年轻 18至25 刚才Joseph说过 那最明显的 就是他们身上 是有纹身的 那刚才Joseph也提及到 那可以看到 如果认得的话 就真的可以打去灭罪易线 很清楚了 看到照片 我相信 在圈子里面的人 都可能认得 其实通常有没有人 因为看到电视出了 或者他们本身 那些主流电视出了 他们会自首的呢 自首比较少一点 但是 亦都是有 当然不是说没有 就是有很多时候 知道警察在通缉 或者什么 有些呢 亦都是一时冲动 做错了事 亦都有 但是呢 亦都有很多人 就是看到电视 看到有 就是这个人 原来我见过的 我知道发生那件事 我知道他的出入在哪里 很多时候都有这种 线索出来的 那会不会有些人呢 比如打电话 去灭罪易线 提供资料的时候 其实他是很害怕 但是他又很想 帮你们破案 会不会有这种例子 出现的 所以就变成了 那些朋友 就很多时候 会打到灭罪易线那里 因为灭罪易线 是完全匿名的 是 那他变成了 去警察局那里 他说 我见到 要做证人 是变成了 完全两回事 心理案 变成了不用做那个步骤 那两个方面 电话再说一次 大家看到 电话是1800222tips 或者是网站 是1800222tips.com 还有一个你可以 text message 就是tipyork 就是t-i-p-y-o-r-k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但是这个网站 其实有他另外的功能 那我又想考一下你们 是 要考我们 死定了 我要匿名 他们有没有做功夫 好 好 第一 灭罪易线 究竟是一个民间的团体 还是政府的团体呢 我答 不要答错了 民间 民间 是 绝对是 是 幸好有做功夫 那我们刚才提到 是 你们如果观众报料 可以有奖金 是 奖金是由政府给的 还是由我们给的呢 亦都应该是 如果既然是民间的话 我想就是自己 那些人籌款而有的 是的 又答对 又答对 一班熱心的朋友 去籌出来 100分 是的 好 那说到籌款 是 我们是不断要籌款的 是 那我们呢 其实就是 那个网站 10000 Tips Tips 那个网站 随时上去都可以捐钱 但是呢 我们每年呢 平均呢 我们都有几个function 做的 那当然我们曾经说过 那个 Golf Tournament 就已经过了 那我们呢 就十月左右了 就是 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个 就是一个Mystery Mystery Mystery 的Performance 哇 那我们这两个呢 都是我们 属于大型小小的籌款 来的 那呢 今次呢 就是在 十月十五号 是 是 星期五 那要有一个小小劇院的地方 才能做到 或者是一个舞台的 是啊 通常来说呢 就是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是籌款的性质 那些 那些劇院呢 或者那些舞台呢 都是给我们的 哦 那我们当然呢 就是 啊 那我们当晚呢 就是有一个 晚餐 一个 Murder Mystery 的Performance 那有时呢 就是一个很serious的 有时就是一些搞笑的 那但是呢 通常来说呢 那个Performance 都会 你要跟 那些 参与 要参与的 破案 就是他会做出来之后 问你 究竟这个犯罪的人 是谁 为什么他的动机 会是什么 有时用一个搞笑的方式 有时会用一个 很serious的方式 来做 好interesting 哦 和灰罪业线 怎样都会有些关联 是啊 那我们今次这个呢 就是一个搞笑 而有少少 musical的 形式 那就是 如果为了一些慈善 我觉得也挺好 因为虽然呢 价钱呢 你觉得 不是很贵 六十元一个人 那你一张桌 七十五元 七十五元 七十五元一个人 八个人一张桌 那就是六百元一张桌 是的 那包了一晚里面的吃东西 那还有最主要呢 就是可以看到 这么好的演出 嗯 又可以参与了 嗯 而且也不是很远 在Arora 哦 OK 他家旁边 OK 其实是我家 就是一个 哈哈 其实是我捐出来的 劇院 这个呢 这个地方呢 叫做Donato's Dimension 400Industrial Parkway South Aurora那边 大家呢 其实如果要找 对于那些买票的情况 可以看 905 830 0303 905 830 0303 内线7167 又或者呢 上到去 1800 222tips.com 亦都可以扣票的 是的 还有一幅时间 有 因为这次呢 有点特别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 York Region 的 Police Chief 他的retirement 是